江北林說很想知道大額寶貝刷哪張卡划算 其實基本上我覺得你的理解 應該要往這個方向去想 就是說哪一張信用卡是有排除寶貝的 這個不要用 那哪些信用卡是有包含寶貝的 你就可以把它拿來刷 拿來累積點數 比如說中國信托他的信用卡是沒有排除寶貝的 你拿來腳踏拍 你用買配卡來刷也有回饋 這之前散發的時候很多人都用這個來刷寶貝 那你用AMA那個極致卡來刷 也可以拿到就是國內的10元 那如果你拿國泰世華的信用卡 如果他的那個長榮航空聯盟卡 他來刷保險費的部分其實都排除了 所以你就不適合拿國泰世華的信用卡來玩 這個打背腳保費的部分 但是比如說像 渣打銀行他自己本身的現金回饋預期卡 1.888回饋拿來腳保費是有回饋的喔 你就特別注意 但是分期沒有回饋 所以你就是一定要用這個短角形 就是一筆付輕的 不要再去另外分期 那另外的話就是 像那個新展銀行他的炫金卡 其實你拿 或者是新展銀行的飛行世界卡 你把它拿來交保費也是有回饋的喔 但是就是分期都是你有回饋 通小保費有回饋高 但有上限 其實 這個上限的部分是要看 比如說像 那個渣打銀行的那個現金回饋預期卡 他的上限就是你自己本身的額度 比如說你只有額度 你只有10萬塊錢 那你說他15萬的話 超過的那5萬他是不給回饋的 但是有些銀行是 你一腳進去也是有回饋的 比如說像 中國新的我印象中 他是一腳是有回饋的 所以說 你自己就可以特別去注意 他這個上限的部分 因為 你那個 你還去特別注意說 如果自然開信用卡 他自己本身的國內 每刻或國外回饋加碼回饋 也沒有到上限 因為像 ANA機制卡 他自己本身好像是有 國內回饋 國外刷卡回饋 上限加碼的 不然不知道是有 2萬點還是 20萬點 20萬里的部分就到頂 所以 你這個部分還是要特別去看條款 那 最好的話就是那種無腦的 比如說 像 台新的Flygo卡 他自己本身就是 國內1.2% 回饋不上限 他就真的是無上限 所以 你腳100萬他就是 1.2萬 對就是很高啊 我對你說這樣子 再來 楊慧軒說 新展銀行的Flygo卡 只要保費有累積 其實是有的 這個你可以特別去注意 謝長銀說 保費卡分期沒有上限 這個也不錯 謝謝大家就是 集資廣益幫你們最好的 這個資訊都跟大家分享